在數碼化時代 建造業積極採用數碼技術 建造業議會數碼分身中心的成立 推廣數碼技術應用 希望提高業界的生產力和效率 數碼化在建造業內很重要 也看到數碼化一直在演變 我們如何具體 將數碼分身的技術 可以介紹給整個業界 不如我們成立這個中心 裡面包括了不同數碼分身的技術 加上曾經做過的項目 如何使用數碼分身 在整個流程中如何做法 我們希望可以比較具體 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在整個數碼分身中 其實早前設計還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設計樓宇時 如何採光和通風 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 可以減碳 可以減低能源 數碼分身技術 可無以現實世界的實體和流程 數碼分身中心作為一站式平台 透過提供一系列技術展示 促進建造科技領域知識交流 培育人才激發創新 中心設有展覽區 多用途區域等 其中智慧工地管理專區展示多項創新設備 加強推動安全智慧工地系統的應用 在地盤有安全帽 安全錶 我們知道那位工友在哪裏工作 可以透過一些系統 我們有工友運低了 可以即時通報到管理人員 如果他進入危險區 也會通知 你也不能進去 我會響的 技術日生月兒 所以我們都放在最新的科技 等人來看的時候 知道原來有這麼多東西可以用 從而他可以選一些適合的 在他的工地裏看 建造業議會數碼分身中心位於九龍灣 去年七月啟用之後 舉辦多項重點活動 包括數碼分身經驗分享會 導賞團、諮詢工作坊等 中心啟用十個月 已經舉辦150個導賞團 吸引業界、學生、政府人員等 共五千人次參觀 無論政府或者香港的建築行業上 都開始越來越重視 或者慢慢廣泛應用這些數碼資訊 用這些數碼資訊 可以令到在建築上 或者地盤安全上 都可以有很大的改善 有一個智慧工地管理專區 那裡的印象最深刻 透過科技可以令到 工業意外儘量減少 有興趣學習造碼分身技術的人士 可以免費登記參加講座、工作坊等活動 了解行業最新發展 我做的最新發展 才能手段 有個領域明令 工業最新發展 切成於超級華盛雛的自身 最新發展